我也是演員, 我也有我的夢想 你憑什麼? 演員不收錢, 辦合得了 我覺得他一樣的地方 其實是在於他們的精神是一樣的 他跟影天酬都是那種 對表演很熱愛 然後雖然別人看不起他, 諷刺他, 笑話他 但是他都依然堅持他的夢想 《如夢》這邊表現比較多的是 他跟父母之間的這條親情線 然後影天酬描寫的是比較多 他跟柳飄飄之間的這個情感線比較多一些 對我自己也奮鬥了八九年 跟《如夢》很像 然後其實演起來就蠻有感觸的 然後再加上星爺他會給我講很多他年輕時候跑龍套的故事 給我講了以後我覺得很感動 但是他要不講的話 我可能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人 這樣奮鬥的這個歷程 我在西優扶妖裏邊 我跑龍套沒有台詞 就是站在那裡 然後抱個孩子 不說話的 原本以為道具組可以見到星爺 但是其實在片場沒有看到他的 然後就覺得還挺遺憾的 沒想到這一次有緣分 能深入地跟他合作 然後可以看到他 你要相信自己是最好的 不是第二、第三 你就是第一 我覺得最艱難應該是第一天入劇組 就是我當時覺得 我拿到一個角色是個騙子 我先憑自己的理解去演一次 是騙子 應該猥瑣一點,壞一點 拿錢的時候猥瑣一點 然後看領女的時候猥瑣一點 全部都被星爺批評 不要這樣,自然一點 你可以讓人少許看出來 又不可以讓人看出來 不是一個好人 星爺一開始對我就是很不滿意 你剛才這麼不對 他又說 你當我甚麼都沒有說過 你就按照你自己最舒服的去演 我又試一下 然後演完一遍之後就說 你按照這兩種作 第一種就是我說的 第二種就是你覺得自己 是最好的、最舒服的 你兩種找一個中間點 然後演員覺得順眼很多 就這樣 網友提出這個我覺得也挺好 但是我還是希望我真正拿獎 因為星爺總說 二十年前拍《喜劇之王》的時候 他覺得影天醜有遺憾 因為影天醜並沒有 他覺得沒有真真正正的成功 所以他新一部的《新喜劇之王》 他希望女版的影天醜 讓我們真正的成功 真正的獲一下獎 夢想成真一下 他都不是做這項的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勸勸他呢 他很努力 他會成功 我比較喜歡的就是星爺那部 《舞狀年蘇黑衣》 我單純地喜歡他在影片中的表演 可以把一個人 人生裏面最巔峰和最低角度演得非常之到位 而且我是為數不多感喜歡的一部片 是因為他那些喜劇效果 很多他不靠那些什麼對白 都是靠表演 就是很小表演去打動觀眾 所以我做一類要保 我比較喜歡唐伯虎點秋香 因為唐伯虎是真正的歷史人物嘛 就是本來有這個人嘛 然後本來對他的這個才華很好奇 星爺把他演出來了 那時候我看的時候還很小 我那會兒就覺得唐伯虎真的人 可能就是那個樣子的 而且我還喜歡巩俐 所以我比較喜歡這個影片